民众拍到的画面中 地上摆起了好几个三角椎围起来 因为地上疑似就是嫌犯掉落的强居 而地点是发生在屏东大连路上 在今天傍晚7点20分左右的时候 警方当时疑似是要在屏东区调医院周边 要围捕一名通气犯的 没想到在围捕过程当中 嫌犯他竟然是开车冲撞了警方的真防车 而当下又在闹穴情况之下 情况危急警方是连续开了大约有10枪左右 连附近的超强玻璃也被留待给波及 碎城之主网撞了 不过嫌犯面对警方开枪制止 他依旧是开车逃逸 后续警方是寻线追车 在附近的国小发现他流气的车辆 但是嫌犯已经不见踪影了 目前警方正全力扩大来搜索当中 不过因为开枪位置在闹区附近 也让不少路过的民众目击 受到惊吓而详细的详细情形 还要带警方来进一步说明 像是来自屏东的详细资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